你好,我是乌成妈妈 我发现在日本像我这样的家庭主妇 有时候越努力工作反而是一种损失 你比如说如果像我这样的家庭主妇 一年的年收入如果是在129万以内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交社会保险费用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年收入超过130万 那我们就要多支付20万日元的一个社会保险费 那年收仅仅相差1万日元 但是我们却要多支付20万日元的费用 这样算的话就很不划算 反而就是你越努力工作越要多交税 就是一种损失嘛 所以很多家庭主妇就是选择不工作 或者是说把自己的年收入控制在130万以内 等等这样子的 那么在日本的家庭主妇 多少的年收入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呢 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根据我个人的家庭情况 然后简单的说一下吧 首先我老公是普通的公司职员 然后我家里是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是马上要上幼儿园 一个孩子马上要上小学 那我还是作为家庭主妇 我还是要花多一点时间照顾孩子 但同时我也想要有自己的一点点收入嘛 所以我就是最近开始对这方面就是学习了一下 首先我觉得因为在日本 普通的上班族的平均工资只有450万日元 如果是单身一个人的话 那450万的话 还过得去吧 可以过上算是一个小资的生活过得去 但是如果说你要结婚 要有小孩子的话 这个工资收入真的日子会过得非常非常的紧紧巴巴的 那你想要生活过得好一点 然后你想要给孩子更好的一点的教育的话 那么主妇就是作为妻子的话 还是要出去工作 工作一下的 那在日本我觉得有一些法律就是特别的奇怪 他又想我们女性照顾家庭 又想我们女性工作 他就在税金方面就做一些限制 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如果连收入在100万日元以内的话 就要交那个住民税 住民税虽然交的不多5000日元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如果说你超过103万日元的话 你就要交个人所得税 但是交的也不多 也还算过得去吧 但是说如果你超过130万日元的话 你就要交社会保险料 社会保险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20万日元嘛 就很不划算 真的很不划算 但是如果说 但是就是如果是在130万到160万以内的话 是不划算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年收入超过160万以上的话 那即使自己交社会保险 也是比较划算的 首先你家庭的收入会增多嘛 然后你可以家庭的可以过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然后你自己可以赚钱 自己也会有一点成就感嘛 然后加你收入更多的话 也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所以从这方面考虑的话 我觉得女性就是去工作的话 也还是很不错的 那所以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年收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根据你时间 孩子的大小 然后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孩子小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年收控制在就是130万以内 如果说孩子大了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你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你就要把自己的收入就是提高到160万以上的话 就还算比较划算的 所以130万到160万日元这个区间是性价比最低的 我们避开这个区间的话 其他的不管是多还是少都还都还可以了 我觉得都还可以 有一期视频 我就是说想尽快的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那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的话 就必须脱离老公公司的一些抚养 就必须自己交税金 养老啊还有医疗啊 这些税金都必须自己交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了解日本的这些税金 哇日本这些税金计算真的太复杂了 看到那些数字那些复杂的计算 真的把我整的快崩溃了 然后我就去问我老公 我说这些都是什么什么意思 他自己都是模棱两肯的 他他都不会计算 哈哈 因为他们上班组的话 所有的税金直接就是从工资里面扣 你都没有时间去 你都没有机会去反驳 所以他也是就是这样子 胡伦吞枣的就接受了 他也不去了解 也没有去学习 我的数学很差 所以我也算不清楚 但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简单说就是你要不就挣的很少 然后就可以享受到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福利 但是要不你就挣的很多 你就生活会过得更好一些 就是在中间那一段是最难受的 就是所谓的中产其实是最难受的 你要赚的 赚的越多 你交的税金也越多 你享受的社会福利 反而会减少很多 你比如说在 如果说你的年 你这个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是超过一百一千二百万日元 一千二百万日元以上的话 你的那个什么高额的高额医疗 你享受不到 然后那个可能可能享受 可能会减免一些吧 不是说完全享受不到 你当然你的工资越高 你你享受的这些福利就会越少 然后像那个儿童津贴 因为在日本三岁之前是每个月有一千 有一万五千日元的儿童津贴 三岁以后的话 三岁到18岁是有每个月有一万日元的津贴 但是你的工资如果是超过一千二百万的话 这个津贴就没有了 所以真的有时候想一下 这些制度很奇怪 就感觉好像在限制你工作 让你不要努力工作 我感觉是有点不利于社会发展 当然那些收入很高 公司的那些老板啊法人啊 他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 避免交过高的税金 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讨论的讨论的内容 毕竟我们只是普通的家庭 普通的上班族 普通的家庭主妇 那我只是说 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吧 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家庭收入 经过我个人的了解 因为那其中的计算太复杂了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经过我个人的了解 我觉得一个家庭 普通家庭想要过好一点的 稍微充裕一点的生活的 最合适的年收入就是 老公的工资年收 控制在600万日元以内 然后妻子的年收入 控制在300万日元以内的话 真的是还算比较舒服的 就是性价比 然后幸福感会比较强 因为你不用那么努力的去工作 但是生活也还过得去 又可以享受到社会的一些福利嘛 毕竟两个人工作的话 你所交的税就会少很多 如果说一个人 一个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的上 超过1000万日元的话 你要你的个人所得税 是要交很多的 有时候交20% 再高的话 交45%的那个个人所得税 就非常非常的不划算嘛 所以就是老公600万日元 妻子300万日元 是最舒服 幸福感最好的一个年收 但是就是300万日元 妻子300万日元 那每个月的话就是13.34万日元 整合人民币差不多8000 8000多人民币吧 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还要照顾孩子 兼顾家庭 然后每个月还要赚 8000多人民币 也就是赚13.34万日元 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 暂时先把自己的年收入 就控制在100万日元 100万日元吧 年收100万日元的话 每个月是多少 每个月是要8万多 挣8万多日元 这个还算可以接受了 所以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 在兼顾照顾家庭的同时 把我自己的年收入 先控制在130万日元以内吧 然后等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 然后我就把我的工资 我的年收增加到160万日元以上 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小目标 有时候真的也不是说真的越多 你就越幸福是不是 你真的越多 你肯定付出的也会越多 所以就是这种工作与生活的这种平衡 还是要掌握好 特别是在日本这种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 有时候真的不是说真的越多你就越幸福 反而就是你把自己收入 把自己的支出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然后收入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反而这种小确信的小幸福的生活 会过得更加舒服一些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 就是对价值观还有对金钱的概念是不同的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最合适的一个年收入 然后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话 我觉得也很好啊 我觉得挺好的 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毕竟我也不是那种有很大 有很大报复 或者是说想要过 过怎样人上人的生活 我只希望就是过好我的小日子 我就觉得足够了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分享就到这里 我想找一期视频好好总结一下 就是像我这种一家四口 在日本的一年的支出大概是多少 我想就是总结一下 但是因为如果说分享的太过详细 感觉有一点曝光自己家庭隐私一样的 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挑选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一下哦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